大家好,繼續回到下午發達廣場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來自我們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阮仔先生 Harrie,你好 你好,Janette 下午回到來,立即跟大家跟進港股上午的情況 承接到外圍方面,輕微做好 今早早港股高開41點 但其後公佈了會用中國方面的4月份PMI初值數字 跌到50.5這個數字 創作兩個月底的低位 這個消息都拖累到港股是掉頭向下 曾經最多都跌成300點 現在這一刻都要跌成263點 最新報21781點 成交今天方面有291億 國企指數要跌195點 報10395點 其指方面,暫時在21756點 跌到264點 低水26點 成交量方面54300多張 怎麼看外圍方面的情況呢 因為都看到 首先都幾多是美股方面一些大的公司都會公佈業績 在這方面都會波動到後市方面的去向 加上很多的重要數字都會公佈 接下來好像PMI數字都會出得一般 怎麼分析後市的走勢 如果說看港股的表現來說 其實我看到恒指最近的走勢做得比較波動 如果說看美股或歐股的表現來說 我自己覺得最近港股的情勢來說 對於美股或歐股的走勢來說 我問一步就不是那麼高的 主要說今天港股的跌勢 就在於A股的態度 或者A股的跌勢都很明顯 拖累到港股有一個大跌的情況 如果你說看回消息面當中 我們看到 四川地震的消息沒有鎮散到中港股市 反之而言 今早的匯豐中國的PMI數據 就真的鎮散了中港股市 我們特別看到A股的跌勢是比較明顯一點 如果說回恒指的表現當中 其實我都會建議投資者 今天這樣的大跌下來當中 其實看到不同藍籌的指數都做得一般 現階段的股市也是失守了十天線的支持來說 轉跌的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我都會相信一視今年的低位21,423點這個位置 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這個位置來說 我都會覺得本身的支持力度不是那麼足夠 其實指數仍然會大有機會 落到21,098點這個水平 主要是說本身那個 就算是上個星期五的恒指 就是借著MHCI 立入A股這些消息 抽上去的時候 那個成交量都不是那麼大的時候 其實反映著 大家的資金對於投資的看法來講 不是那麼正面 我都會相信 如果你說看回一個支持力度來講 先看回21,098點的水平 如果你說投資者是步伐不同的股份來講 亦都是留意我相信藍籌指數的投資機會 又或者是那個程序會做得不太好 特別是說一路出一些貴積的表現 其實預期都不太好 我都覺得現階段觀眾來說 不如留意個別的股份 譬如家電股又或者是燃氣股 這些受惠著國策的股份 機會或者長線投資的價值是比較高一點的 好,謝謝Harry 立即講完港股方面的情況 都跟進一回上週沽空的情況 螢光幕上見到沽空金額有25.3億元 第一位就是安城A50編號2823 沽空金額有3.51億元 占總額方面接近1.4元 占股份成交有3.4元 第二位,南方A50編號2822元 沽空金額有2.84億元 占總額有11%過外 而占股份成交有高達5成有多 第三位就是健康939 高空金額1.6億元 占總額超過6% 而占股份成交方面超過3成 第四位就是中國銀行3988 高空金額1.33億元 占總額超過半成 而占股份成交方面有接近1成半 看到高空金額來說 頭兩隻和A股的敏感度 關係都非常高 追蹤著走勢的ETF 跟進到股市方面的情況 因為看到跌勢都非常急劇 上陣指數下跌48點 到2,193點 今日亦是低位見過2,191點 差不多是全日的低位 另外,湖深300指數下跌71點 到2,458點 深淨城市方面要下跌259點 最新報在8,795點 今天有甚麼原因真的跌得這麼急 關不關剛剛出了數據 始終你看到 就是匯控中國的4月份PMI初值 就跌到50.5點 其實都反映到中銀行企業 現在情況都比較差一點 如果看到這個數字 這麼接近50的榮夫分界線 如是後市 又或者製造業方面有甚麼啟示 對於A股的跌勢這麼急 我都覺得主要是今早的數據 真的出得不太好 如果看看指數來說 現在是50.5點 距離原本預期的51.4點 其實落差都挺大 我們特別看到 以往的三個月做得比較強 例如出口類的指數來說 今次新出口訂單指數 就要跌到48這個水平 這種反映外需已經轉弱了 亦都影響整個不同的信心的指數 其實本身PMI 這次亦都看到匯豐中國統計的 主要是在於中小企的指數信心 我都會覺得對於本身的 即是說人民銀行不停地做正回靠的措施 又或者是整個貨幣政策可能收緊的時候 對於不同的中小企的企業信心方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打擊 這方面是最主要我覺得 為何今次的初值做得這麼差的原因 投資者要留意 亦都看到本身的指數和預期落差這麼大的時候 A股的表現都做得一般 今天主要說的 比如說拋空數字也好 也看到兩隻ETF做得比較拋空 比較多一點 也看到A股也有一個大跌的情況 除了這個數字之外 其實看到A股裡面昨天炒的一些地震概念股 也都是有少少回吐的 這方面我都會相信 指數要先看看 究竟會否在這幾天可以修復2200點這個水平 如果不是的話 投資信心來講 仍然都是比較薄弱 我相信指數的反復勢頭 是會比較大一點的 OK好 謝謝Harry 剛剛你也講到PMI方面的情況 跟進了4月份的新出售訂單分項指數 初值來講 亦都是下話 五重上個月的中值50.5% 就跌到48.6% 四個月以來首度降低至榮福分界線的下方 大家可以留意出口訂單方面的數字比較急 謝謝Harry 我們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省時間繼續在我們身邊 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嘉玲觀眾不要走開